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良品电影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台湾恐怖电影《失忆》。 明明是一片喜庆的场景,却有几句织呕,这里不是一场普通的婚姻,而是人人谈之色变的冥婚。 当男主刘承浩看到鬼心娘那一幕就吓坏,浑身一哆嗦就醒了。 这天晨跑后,刘承浩坐在公园的木凳子上休息,突然耳机里传来一阵嘶哑声,回头一看,发现插在柳树上的红包。 野外的红包,刘承浩拾起来一看,红包表面似乎有点没变,看来时日已久。 这时一个老伯伯过来要走了刘承浩手中的水瓶,诡异的一幕出现了,刚才还在手中的红包竟然不翼而飞。 回家后,刘承浩清洗了身体,可是胸膛上不知道为何会有几道爪页。 辞别未婚妻后,刘承浩便去上班了,画面一转到一所高中内。 今天是林依依的16岁生日,这天注定不平凡。 她低头一看,发现闺蜜脚边站了一条不见了一边脸的狗。 不久后,闺蜜边接到妈妈的电话,被告知她家的小狗出车祸了。 刘承浩的工作主要负责拍摄一些民间鬼怪传闻,今天她就要拍摄关于冥婚的内容。 节目负责讲解冥婚的是知名女灵媒玄珍,她说在以前的旧社会重男轻女, 女人如果生前未嫁,死后就不能进入宗祠,就会变成孤魂野鬼。 所以老一辈的人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就会将死者完成冥婚,让她灵魂圆满,然后才能转世。 如果没有将灵魂完成,女鬼就会永远留在那里。 女方的家属一般会准备一个红包,在里面塞进死者身边比较亲密的东西,如头发之类,然后放置在路上。 谁要是捡到它,就要娶这个死者,不然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。 拍摄完毕后,玄珍耐人寻味地问道,制作人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? 刘承浩不信鬼神,五八字重,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。 选择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叮嘱她多注意点。 画面一转,刚满十六岁的林音音一脸惊慌地从电梯里出来,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跟踪她。 果真,对面有一个黑影正在盯着她看。 这边,刘承浩忙碌了一天终于回到家。 可是呼喊几声未婚妻的名字没人应声,便拨打其电话,终于发现未婚妻的电话在凳子底下,于是将手机捡了起来。 这时果珠玉金的未婚妻出来了,她说刚才正在洗澡,没有听到。 刘承浩也没多想,拿着婚纱就叮嘱未婚妻去试一试。 第二天,拍摄继续,闲着无聊的刘承浩到处拍拍看看,选真看到后,小伙子没事儿,别乱看乱摸。 碰了一鼻子灰的刘承浩决定回公司剪辑视频,一会儿后,好记有小凯过来找她。 小凯将刘承浩和未婚妻的新婚照制作成CD拿来给她。 忙碌一天回到温馨的小家,品尝着心爱人做的饭菜,刘承浩不禁多吃了几口。 酒足饭饱之后,当然少不了为爱鼓掌。 与此同时,林茵茵的状态越加的焦虑起来,因为她发现上次跟她回来的女鬼已经躲在她的房间内。 这边,刘承浩在书房内欣赏新婚录像带,可是越看越觉得似乎不对劲。 这时,未婚妻走了进来,刘承浩连忙把电脑关上,为了给未婚妻一个惊喜。 刘承浩借口说,里面全部都是解剖尸体的视频,未婚妻当然没有兴趣再观看。 晚上,刘承浩再次做了那个冥婚的噩梦,下醒后看了看前面睡得正香的未婚妻。 刘承浩也没多想,翻个身继续睡。 咦? 怎么前面还有一个未婚妻? 那我背后岂不是…… 下一秒,一只手拍在她脸上,刘承浩都快吓傻了。 这下她彻底醒了。 天一亮,魂不守舍的刘承浩就带上小凯一起去找玄珍。 玄珍说,刘承浩被一只冤念深重的女鬼缠身了。 为了帮助刘承浩,玄珍让自己饲养多年法力最强的小鬼帮忙。 小鬼告诉他们,那只女鬼从刘承浩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跟着她。 女鬼和刘承浩前世有关,而且前世因为这只女鬼而死。 事后,玄珍让她查下民国十九年东北方向有没有离奇死亡事件。 于是两人跑到了资料室,果真找到了一起离奇死亡事件。 民国十九年,有一个长得和刘承浩一模一样的男子, 离奇在山中被车撞死,而且死前还穿着新郎服。 这下不得不让刘承浩相信自己确实被女鬼缠住了。 就连晚上洗澡时,刘承浩都魂不守舍,突然,浴室门被打开了, 一只手突然摸上了刘承浩。 刘承浩被吓了一跳,还好来人是未婚妻。 刘承浩对未婚妻说,明天我出外景,晚上不回来。 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发生,要第一时间联系我。 这边,林依依和同学们练习游泳,可是一名女生突然溺水了。 林依依侵水一看,就看到一名女鬼正在拉着同学的大腿, 她吓坏了连忙游回岸上。 可是很快,她就被女鬼上身了。 来到荒郊野地,双手疯狂跑土,很快就挖到了一具女尸。 等林依依醒来后,发现自己在医院。 面对妈妈的询问,林依依终于承认自己在过16岁生日后就能看到鬼。 妈妈说,看见鬼的能力在我们家族里隔代相传。 外婆还说,如果人死了没有好好埋葬,就会遗留在这个世上。 只要完成他们的心愿,鬼就不会害你,所以阴影不要害怕。 与此同时,刘承浩终于赶到梦境中那座废弃的宅院内。 在家的玄珍开始做法想要保全刘承浩的性命, 可是玄珍终于看不中用,很快就被女鬼上身,自杀身亡。 刘承浩这边到处找线索,这时诡异的钟声响起。 回到民国19年,那天刘承浩的前世在路边上剪到一个红包, 拆开一看,里面有一小撮头发,还有一些奇怪的符文, 很快前世就被人抓住,还被迫换上新郎服, 强行和死去的地主女儿拜堂。 在路边上捡上这么一个红包,就被迫和死人结婚, 前世怎么会愿意拼命反抗。 最终在喝酒杯酒之时逃了出来,慌不择路之中摔倒在路边上, 被刚好开过来的汽车撞死。 而林音音这边,上次那个跟着她回家的女鬼从衣柜中爬了出来, 林音音吓坏了,躲在墙角一动都不敢动, 谁知女鬼跪在地上一动不动,还不断发出乌液的哭泣声。 林音音知道对方还有未完成的心愿, 于是她鼓起勇气,摸了一下女鬼的头发, 明白了对方想要完成的心愿。 于是林音音打开了房门, 走到对面上次女鬼停留的那间房间, 刚一进屋,里面就传来阵阵恶臭。 林音音捏着鼻子走进浴室, 找到已经死去多时一具泡在浴缸内的女士。 林音音准备离开这里报警时,正好碰到了小凯。 长话短说,两人很快达成意见统一, 一起去救刘成浩。 这时刘成浩也终于醒来, 发现一具变成骷髅的尸体, 擦去满是灰尘的相册, 这人怎么如此熟悉? 这不是刘成浩即将过门的未婚妻吗? 原来,这些天刘成浩一直和鬼新娘朝夕相处, 回想当初看到那个新婚短视频, 才明白那个视频的女人才是她的真正未婚妻。 自从刘成浩捡到那个路边的红包后, 鬼新娘就被刘成浩带回了家, 还上了刘成浩的身体, 驱使刘成浩亲手将未婚妻掐死, 未婚妻在拼命反抗之际抓伤了刘成浩。 终于知道前因后果的刘成浩非常后悔, 悔恨自己不应该拿起那个红包。 正当刘成浩想要逃跑时, 鬼新娘出现, 颤颤巍巍地一步步向刘成浩靠近, 终于从背后出现, 隐森森地说道,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。 这时林颖和小凯终于赶到了这里, 此时刘成浩安详地躺在鬼新娘身边, 两人挖了一个坑, 将鬼新娘埋了, 及时得到救治的刘成浩, 也在医院里苏醒过来, 未婚妻的尸体也在刘成浩家中发现, 看完这部电影, 路边上的红包你还敢捡吗?